去年11月23号新加坡酒辆装甲车在台湾完成训练后 原定经过香港运回新加坡 由于怀疑没有向香港海关申报在香港被查扣 今年1月9日 总理李显龙致函香港特首梁振英 要求香港归还去年11月扣押的9辆新加坡装甲车 特区政府说会按香港法律办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 希望相关国家能遵从香港的法律 总之是没能要回来 近日一位心急如焚的新加坡网友 打算通过唱歌鱼以逃回 先来感受一下这软绵绵的有点甜的曲风 在新加坡网友我们有个人物小丰 在新加坡网友我们有个人物小丰 买到新加坡网友 我们也招作 博士赎雅云,中国轻松,印加坡网友 整个随着 人家争辑 在新加坡网友 这首歌的作者是阿尔文 他是新加坡某艺术表演团体的创意总监 1月9号他在个人YouTube上发布了这首歌 并写道 轻松的歌曲也能缓和紧张的局势 让我们成功的要回新加坡的酒量装甲车 这首歌在YouTube上共获得了37万次观看 长约三分钟的歌曲里 如期如素地讲述了装甲车对新加坡的重要性 歌曲恳切地表示 行星好请还我装甲车吧 虽然如此 但细心的网友还是在这首歌的歌词里 发现了不和谐的词句 什么中华民国是个什么鬼 装甲车在香港背后显然唱错了对象 所以想要要回装甲车 还得筹准一个中国的原则 欧浪新闻编辑报道 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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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